小胖 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进求协助 明天到复计则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不是说好 要和一辈子在一起的吗 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对不起 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大家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您手上的股票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在这边利用我们的coin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见我所能 就我所学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台北股市好了 大盘现在指数目前回档 下杀了113点下来 当然指数这波涨了1200点之后呢 大家也都在期待 大盘应该要回了吧 应该要回了吧 今天可以说是应观众要求 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 那重点来了 现在指数真的回的时候 我知道你可能又怕 哇 这个行情跌了 这个会不会反弹已经结束 开始要往下走了呢 这个部分我先跟大家叮咛 那今天指数的一个拉回 跟什么有关系 跟明天台指要结算 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可能会问 可是外资不是说 台指先的指数部位 有三万多口的多单吗 那应该是要拉高上去做结算 怎么今天反而杀低呢 好 关键来了 没有错 现在外资大家都知道 手上有三万多口的指数的 净多单部位 那如果说 外资现在这波指数 拉上来 哇 涨了1000多点 就赚够了 那他当然这两天 会继续的往上拉 拉高做结算 结算完荷包满满 这当中 全部都结算在高点的位置 荷包满满嘛 对不对 那下个月大概就这个地方 准备休息了 可是反过来说 那为什么今天指数 反而会呈现压低呢 会不会是代表说 外资其实他不是说 赚完这1000点就够 他甚至在当中 准备压低下来 来做一个低档的一个进货 接下来 这当中还是准备 对未来的指数 继续的看好 在下个月份继续的做多上去 所以才要让指数 稍微压低一下 降低它的一个 建仓成本嘛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 我会跟大家讲 通常台指在结算之前 指数如果像这样子灌压 压低的话 这对下一个月的行情 反而是有利于继续的上涨 这一点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谈到 当然这波指数 涨了这样1000多点上来 你打开报纸 你会看到很多的分析师都在跟你讲 这叫做什么 叫做无机之谈 没有基本面的反弹 叫做无机之谈 好那既然是无机之谈 当然很多分析师可能这波看空 都没有建议人家买股票 就告诉大家 这个反弹 这个当中就是个反弹而已 所以呢 这当中自然不会去看好未来的行情 因为会告诉你没有基本面 好那关键来了 我再今天再来强调一次 再来跟大家提醒一点 提醒哪一点呢 任何股市的一个当中 从这当中展开大多头 一定都是从所谓的无机之谈开始 所谓的无机之谈 上次讲这四个字是在什么时候 好来回想一下 在2008年到2009年发生金融风暴 台北股市从9000多点 9000多点 一路的下沙 沙到395 然后在4000点附近震荡足底 那时候也是这当中 大家都在看坏全球的经济 为什么 那时候刚爆发完金融风暴嘛 那时候外资甚至有人看坏整个 这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认为会大幅度衰退11个percent 所以呢建议大家 这4000点还在 建议大家出勤股票 结果后来台北股市 发动了所谓的无机之谈 就从395 从4000点附近开始涨 4000点涨到5000点 哇 涨了这1000多点了 大家觉得涨很多吧 没有 又继续谈 这个5000涨到6000 大家觉得涨很多了吧 没有 又继续谈 6000又涨到7000 大家觉得很多了吧 这个应该结束了吧 最后涨到多少 涨到8395才做一个休息 那休息休息 甚至后来又涨到9220的高点上去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你不要小看所谓的无机之谈 很多行情的真实的一个多头回升 都是从所谓的无机之谈开始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再来看到回归到技术面的部分 我们还是强调一次 大盘这波从万点跌下来 回到十年线附近 月线的百战指标 目前这样 在低档正在向上交叉 那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跟大家讲过 是在五年前 9220跌到6609 一波先谈到8100 再来回到7000点 十年线附近震荡 百战指标再度的月线交叉向上 后来涨到9000多 后来涨到1万点 对不对 那再上一次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3955的低点 这里出现了一个月线百战指标 到黄金交叉向上 那后来呢 大盘启动所谓的无稽之谈 一路的谈谈谈谈谈到哪里去 谈到8000多 谈到9000点 大家才会发现 原来经济已经变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 记得一句话 技术面常常是领先 所谓的一个基本面 股价常常是所谓的一个 景气的一个先行指标 想懂这一点 好你就会了解 当然重点我还是强调 那在这个时候 我也不是叫大家去买一些 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也跟大家讲过 很多产业趋势 这当中未来是这当中 仍然持续有功过于求压力 景气仍然会下滑的 要特别小心 上个礼拜还叮咛大家 面板股LED都要小心 对不对 那今天大盘在杀什么 不就是在杀LED的股票吗 像京电今天一个下杀 上个礼拜就提醒大家 LED要小心吗 今天已经跌破了2月份以来低点 好那再来 可是所有的股票都这样吗 不是哦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这两天上市归公司 都公布出来2月份营收 那2月份 当然因为工作天数比较少 过年这次放的蛮久的 差不多10天左右 那这个当中 等于2月份的工作天数 加加只有10几天 可能20天不到 可是发现到一件事情 2月份工作天数虽然少 大部分的营收 大部分公司的营收 都会比1月份来的下滑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我们的研究团队 仔细的来做一个寻找 整理出来一张表 那这张表发现到 在这些2月份营收 工作天数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居然这里面有大约30家的公司 那这30家的一个公司 怎么样 2月份的营收 MOM 也是比1月份来相比 居然还是 呈现一个成长的态势 那也在1、2月累计营收 加起来 年增率也是比去年 大幅度成长的状况 那换句话说 大家都觉得 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提醒 悲观的人 永远都看到 所谓这当中 不利的讯息 可是乐观的人 积极的人 他会怎样 他会去发现到 真正的一个机会在哪里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接一下板桥 这个有一个线上板桥 一个这个林小姐 要打电话进来 喂 林小姐 你好 老师 请帮我看一下2383的台光电 好 2383的台光电 好 来看一下 当然台光电这家公司 它做PCB上有的铜箔基板 大家也把它归类在 苹概股的一员 因为它也有供货可以 很多苹果供应 它算是比较上游的一个公司 做PCB上面的铜箔基板 可是在这个部分要去注意的是 去年11月营收开始 就稍微有点在下滑 那股价前阵子也有反弹 可是我刚才说 哎呀 这小心一点 为什么 注意到最近融资 开始增加上来了 那股价之前其实涨的没有很多 大盘已经谈到年限附近的时候 它才在这个反弹一下 那谈到这个地方 在进大盘还在涨的时候 融资在增加 可是股价你们看到 天天极西乌 都是开高走低的 黑黑棒杀下来 那散户再买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部分就要小心 可能大盘还没有转弱 但是已经有大户提前在这里 就是在做出货了 所以我会建议林小姐的一个 这个台光电 可能在这个地方 换一档股票来做操作 会比较适合一点 找个机会 不是说现在就杀 谈上来的当中 找个机会 来做换股操作 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会去强调 当然在这个阶段 大家都说是无机之谈的时候 我也不是叫你去买那种 没有基本面的一个股票 还是强调 产业趋势如果在下滑 业绩正在衰退的公司 这个股价相对大盘弱势的股票 趁着补涨都要上这反弹 都要出 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你一定也要闪 当然如果说你不晓得 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大户是不是已经在出货 在跑货了 你都还不晓得 还在口口买 那当然我们就建议大家 你一定要利用 你的COIN专线 0800 868 365 我会在这里提供 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免得到最后行情如果再上去 你还是赚指数赔价差 那就比较不好 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现在大家都说是无机之谈的时候 我们刚才发现到 二月份营收公布出来 居然有将近有30家的公司 它的营收仍然比一月份 但是继续的成长 前两个月一二月加起来 也比去年同期大幅度成长 那这份资料我稍晚 晚一点我会在当中 我网站极品操盘专队 网站上面的部落格 再分享给大家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那重点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到 这里面其实很多公司 你会看到就是值得你去锁定 我举个例子来看 看到二月份营收 逆势成长股里面 8038的长元科 这家公司大家应该蛮熟悉的 它做什么 做电池材料 对不对 二月份营收达到多少 2.49亿 这个更接下来 应该是2.49亿 那这地方我们看到 比一月份还成长了43% 然后呢 累计一二月加起来 这当中 也是这当中 比去年同期 大幅度成长了330% 你们发现到 这样子 这个业绩持续在成长的公司 股价最近呢 这当中 居然已经大涨到多少 70块的幅度 好 当然 我不是叫你去这里去追加 提醒一下 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长元科我们是在什么时候 跟大家介绍 有看我节目的 应该还记得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指数连四跌 好 大家最恐慌的时刻 我常常讲一句话 行情涨要选股票很难选 因为那时候好股票也在涨 烂股票补涨也在补涨 你都觉得好像不错 甚至你不小心 就去买到了补涨股 然后其实是买到了弱势股 好 那真正要去选股 就是要像今天这种 大盘在下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来 未来的强势股 我会跟大家提醒 也就是这地方 这两天的行情 鬼档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找到 未来强势股 趁现在准备来做布局 好 那举个例子 像当时的长元科 对不对 指数在连四跌跌到 月线季线以下的时候 我就提到了 它股价已经在转强 电动车电池材料的长元科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哪里 其实那时候12月份 大盘指数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 去年12月份 大盘指数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大概在这个地方 拉回来的时候 04跌的时候 大约在871 8200 那后来大盘指数呢 是先杀下去 跌到哪里 跌到7626 最近才又涨上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看长元科 它的股价又不一样了 长元科那时候在38块多 当大盘指数跌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持续在 垫高底部了 对不对 那等到现在 你发现长元科 营收在创新高的时候 比去年同期 大幅度成长上来的时候 股价已经怎样 从38块多 涨到多少 涨到这个礼拜 最高70块了 已经足足 涨了将近快一倍的幅度了 那这需要去追吗 当然也不需要 重点是 但是有没有办法 其实这里面我证明 两件事可请 第一个 强势股 我说 其实是可以打败大盘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就是持续在 垫高底部上去 当大盘回温 它就是大涨创新高了 那第二个 强势股可以预先知道 所以我们在当时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长元科 后来涨到70块 我们不是叫你 这里去追 我们是要带你去找 那有没有像 长元科这样子 当大盘在回跌的时候 其实正在垫高底部上来 大户已经开始进货 股价未来会有机会 大涨一波上去 那甚至营收 这当中一路的 创新高的股票 这个部分 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 跟大家所强调 重点在这里 在哪里呢 在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们这里 要出手买股票的话 一个原则 万一大盘鬼挡的时候 进可攻退可守 那种不会跌的强势股 抗跌的强势股 然后大盘稳住的时候 它就可以开始涨 不用靠大盘的股票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长元科这种股票 当然也是一个范例 对不对 那长元科你又看得出来 它做什么 做电动车 电池上游的材料 这是不是也符合 我一再跟大家 所强调的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当低档能够发现到大户金 或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能够去掌握到 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我们很多会员也是靠这长元科 这一次 因为这当中 也赚了一笔不错的一个财富 那现在呢 这个长元科的部分 已经涨上来 也包括像至今 对不对 9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指数 其实跟现在来讲的话 也差不多了 8300左右 那但是至今的股价 那时候在54块 现在指数 你发现到 重点是在 从8871 杀到7627的时候 像至今这种股票 仍然是持续 跌高底部 8871的时候 它是79块 跌到7627的时候 它居然涨到109了 然后指数回温上来 甚至涨到195块 涨了两倍多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到 不止包括11月份 介绍给会员朋友的一个 这个进棚 那时候的股价 大盘也是在8300左右 拉回来 回档的时候 最容易去找到强势股 最容易找到哪些股票 大股已经在提前进货 就像当时的进棚也一样 对不对 股价已经大于月线基线 然后后来 这当中 大盘指数下杀 它也只是持续跌高底部 一滴比一滴来的高 然后后来就创新高 涨到60几块 对不对 也涨了三成多的幅度 那这就是我所强调 我不是要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的至今赚多少 我们的这个进棚赚多少 我要强调你要注意 我做股票的方法 为什么现龙老师挑出来的股票 能够比大盘来的强势 能够不用靠大盘自己就敢涨 这才能够在股市当中赚到钱嘛 我还是强调 如果你做股票 都要靠大盘涨了 你才会赚 那个其实是赚不了大钱 因为行情有涨必有跌 哪天跌回去你会吐光光 真正要去找股票 只要不用靠大盘自己就敢涨的 那什么股票呢 也就是我再三强调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然后检视筹码面 一旦有大户金火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就全力来做锁定 一档股票一档股票 这样子来做操作 对不对 不只长元科 不只这个至今 不只进棚 你说一档 运气好 可是你如果能靠到一档接一档呢 接下来看到包括了 二月份 上个月才推荐大家的光盛 不也是从五十一块 发现到 业绩已经开始大幅度成长了 然后技术面有大户金火 转强讯号出来 推荐给大家 后来行情这当中稳住而已 股价就已经大涨到六十八块多 又是涨了三成的幅度 那最近我们也持续在锁定在 包括电动车 包括在新能源车 包括在汽车安全配备 AD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这些将是我们全力锁定的重点 那里面来看的话 这当中包括像电动车 新黑马最近股价都已经开始加温了 有没有 拉回来我们都还要再买 这个时候如果说投资胖 你想要把握机会 跟上我们的脚步好好来操作 我还是提醒大家 趁着主声段大涨上去之前 现在拉回来做一个短线修正波 这就是一个关键时刻 你不要总是等到指数喷出去 才来问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你要在大盘的整理的时候 就先做好持股的调整 太弱则强 你才能够在接下来行情上去的时候 稳稳地坐在轿子上让别人去抬轿 稳稳地去赚一个大波段的机会 那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指数突破8800点之前 88转按好好把握 这一次低档布局大波段的机会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好 头痛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7525868 27525868 陈通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7525868 0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陈通头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头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通头顾值得托付 02752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指数这波涨了一千多点之后 终于出现个拉回了 这时候呢 该怎么去操作 我提醒大家 第一个 你还是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要来做一个调整 那怎么去调整呢 这两天可能你会听到很多头顾老师都跟你讲 哎呀 涨多的赶快卖掉 免得再涨多到时候就吐光光 然后呢 去买那种没有涨过低基席的股票 这时候就最安全了 好 我还是强调 这种最安全的想法 其实是会害你 害你把强势股给卖光光 害你反而是到时候换到弱势股的身上 满手套牢 为什么 我再举个这当中提醒大家的例子 去年还记得我们介绍的同志 从一百多块涨上来 涨到一百八 涨到一百九 是不是很多人就告诉你 涨多了不要追 赶快把它卖光啊 不然会跌 然后告诉你买这种 下面是谁 二四四八的金店 金店从六十几块 哇 跌拉回来 然后这里再四十几块 看起来股价滴滴的低基期 买起来就会很安全 对不对 那结果呢 好 这是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同志在一百八左右 对不对 金店在四十八左右 结果后来呢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看 后来整个这当中 同志的股价 整理整理整理之后 一路的涨 现在已经涨到四百七了 那金店呢 四十几块 在这里盘啊盘 又继续破底 跌到多少 跌到最低二十 今天又再度的下杀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种做法 其实会害你害最惨 把那种强势股给卖光光 然后涨多一点就卖掉 然后呢 弱势股 就叫你拼命加码摊平 会害你 会害最惨 所以我提醒大家 大涨千点之后 你一定要去调整持股 没有错 但怎么调整 哪些股票要先买 产业趋势如果下滑 业绩在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 都叮零大家趁着反弹要调了 对不对 技术面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你将来也要换股操作 那你不知道哪些股票 这张周 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没关系 我在这里 都提供我们的call-in 专线 0800-868-365 有任何的疑问 现在行情出现大幅度震荡 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call-in 专线 我会提供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好 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行情 指数的部分 出现一个震荡 我还是强调 这其实大家应该 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了 指数涨了一千点 好 这里来看的话 随时出现一个 这个在拉回修正波 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当日线指标 在高档顿化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月线指标 已经在低档 黄金交叉 重点是整个筹码面 现在融资余额 还在低档 代表涨了一千点 散户根本没有买股票啊 散户没有买股票 那股票谁买走了 都在大户手中嘛 对不对 都在大户手中的时候 这个行情 是不是其实告诉你 这个大户还没出货 就是还要继续赚的意思 那拉回国后会怎么样 提醒大家 上一次 这当中 这个月线指标 低档黄金交叉 已经在五年前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一次大盘拉回来 也是在十年线附近 做个主体之后 后来启动主升段 从7050 一路的涨 涨到多少 涨到9593 才开始休息啊 那这波会涨到哪里 我不会去预设立场 我只提醒大家 我不希望你等到行情 真的又大涨喷出去了 才自己去乱买股票 才自己去乱追 或是去买一些 没有涨过的弱势股 那个都不好 真正要去做股票 就是要趁着大盘 在拉回的时候 去找到未来的强势股 来做布局 那我们布局 我还是强调 我们不会去乱枪打鸟 我还是一样锁定在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当低档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好公司 我们先把名单锁定好 一旦有好的机会点 可以出手 我们就会带你来做操作 那这个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错过了之前 像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至今 对不对 从去年五十几块 现在已经涨到一百九十几了 哇 飙上去 好 错过了去年的进棚 四十几块 当然也涨到六十几 也涨了三成的幅度了 对不对 上个月推荐大家的光盛 一样 这当中五十一块 到六十几块 又三成了 一档股票三成 两档就是六成 三档加下来 就差不多一倍了 这也是一个做股票 波段赚钱的好方法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提醒大家 现在很多黑马股 像物联网加上车联网的 新的黑马 现在车子都在发展 所谓的车联网 里面进一体的需求 正在这个倍增当中 好公司股价其实在最近 都有大户积极在进货 想不想这个地方 趁着拉回时 逢地在博物局 电动车 现在这当中 Tesla正要盖 超大型电池工厂 里面相关收费股 其实最近股价 也都在加温了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把握机会的话 提醒大家 主升段现在即将来临 千点出升段 搭货全胜之后 欢迎大家把握 接下来主升段 赚钱的机会 88专案 欢迎投资朋友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跟着我们一起掌握 大赚钱的机会 我们明天明天见 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情出现0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高老师 集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7525868 0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集联络